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东尼甘愿自降身价,240万年薪加盟火箭,但是火箭还在为自己的总冠军招兵买马,这次为火箭主动招募的球员就是诗人买迪,他招募的对象正是自己当初在火箭效力时期的昔日队友,凯尔·洛瑞,今夏猛龙将德罗赞交易至马次,作为德罗赞最好朋友的洛瑞第一时间,表达了自己的不舍, 随着凯西以及德罗赞的离开,洛瑞也心生俱异,这两个人一个是培养他的教练,一个是他最好的朋友,洛瑞不再年轻,他想要在自己职业生涯,最后时间拿到一座总冠军,猛龙在17年与他签下了三年一亿美元的合同后,但是上个赛季他的数据下滑明显,得分由22分下降至16分,命中率也只有43%, 猛龙管理层也正在积极交易他,洛瑞对于火箭有特殊的情节,这次他的老队友麦迪的招募,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,洛瑞也表示如果加盟火箭,自己可以接受替补的角色, 莫雷也表示,当初不应该交易洛瑞,他在离开火箭后,迅速成长为一名全明星球员。 Zither Har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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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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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